中央農委会今天再度公布一份 勤劉监的检验报告 结果全台还增加20点的甘检白蜡 其中婚姻增加4点 3点是5,1点是8 管府上官单位中台这条農委会通报后 马上派完这行扑杀的作业 目前来说中央有通知的话 目前是有7场确诊的病例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防疫人员已经准备完毕 那等一下就会去处罚 去做相关的一个扑杀消毒作业 本院的勤劉监白蜡已经有11条 比较定得到新型的勤劉监 目前单台减厌的也还有23条 以前明显已经全面酷刷 目前来说今天公布7场加 前天公布的4场总共11场 所以尚未确诊的检体的话 总共还有23场 这家的勤劉监以前相当的严重 到辈的5到6 4望路非常高 各场为止 本院希望的5到6 已经有5万6千余者 四望路大概百分之四十八 我们累计到昨天晚上的一个统计资料 那送节目前是有34场 那其中33场是额场 一场是鸭场 那这34场累计的一个死亡的鸭额的话 总数为5万6千多只 那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八点八 这次在台湾出现的新型金流监北斗 专业的速度非常快 国庄与土层也都出现疑似的疫情 部分国家也六色 禁止台湾的机能和勤励的增口 对台湾的经济作成冲击 记者李嘉山 游民委 蔡王博德